下午继续去店里去发货 今天可能一天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得把这些东西都带着 电脑啊 然后拍摄的东西 哦对下午还要去店里直播 毕竟我们是干这个的 来把这个指甲拿着 还有什么 这些产品的颜色已经调完了 所以我送回去 调完色的东西拿回去 然后再冲一杯茶 我先喝点 好可以 随便再带个糖 现在我这做直播还得每天吃着糖 好可以 哦对对对手机手机 去店里边直播嘛 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有个指甲就可以了 生卡什么的也不用了 出发 这边好像感觉是人很少啊 可能现在比较早 因为我们这边北方啊是要午休的 中午12点钟下班 下午2点时分再上班 现在是快2点了 1点44了 最后还在路上 又是忙碌的一下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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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工程 但是我们不进厂区 发货是在这边 的整厅来发货 好 把空灯 熄火 拿手机 够把东西 下去吧 工作的包包 直播的支架 把这个货拿下来 可以啊 停车 看现在我们在叠纸箱 准备发走 这些准备发走 然后紧急补的一些产品 这个铁色的 很不错 把它继续回去拔回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之前卖掉的全部拔走了 太好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换一批 来可特鸡来点点餐 我们这儿的可特鸡是要手机自己点 门口出去不让进去 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一夜了 已经是买好了 但是回家再一次7点钟 天又黑了 回家吃饭了 回到家里 晚上我们就吃肯特鸡了 故意让我妈没做饭 还有应该还是暖的吧 因为我们这边天气有点冷 还是温的 终于工作完了 然后补一餐夜宵 突然间发现个问题了 吃老北京鸡肉串吧 是吧 我可不可能给他换一个包装吗 然后里边包的是什么 欺骗我们的文化 明明是一个鸡腿宝嘛 吃完就是在睡觉 零睡之前吃这样饭好 但是饿了没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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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